角熊的血脉很强大 而且属性上是毁灭 与叶晨的毁灭神道极为契合 若是他成功收服角熊 靠着角熊的力量加持 便能将形势瞬间逆转 当然这同样是一场豪赌 为什么 因为天妖神索能够收服的是 无主的野生妖兽 可角熊却在圣守令的控制之下 算不上野生 叶晨能不能将之收服很难说 但叶晨只能选择赌 他想要在这场战斗中胜利 别无他法 难道指望着什么神秘强者 突然出手吗 此刻角熊突然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嘶吼 似乎在挣扎 他感觉自己体内 曾经那主人留下的印记 开始破碎了 而叶晨则是面露大喜之色 他赌对了 天妖神索确实逆天至极 连拥有主人的妖兽 都可以强行收服 原本一直在观望 眉头紧皱 思考着叶晨要做什么的熊丽 突然面色一变 难以置信地 看向了手中的圣守令 只见那圣守令 在疯狂颤抖着 隐约间 似乎在逐渐失去 对角熊的控制 熊丽猛地转过头 满面震怂之色地 看着叶晨 他并不蠢 瞬间想明白了一切 叶晨竟然在这时候 要抢夺角熊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能收服 已经有主人的妖兽的呀 这是不是有点犯规了呢 当然 这也是因为角熊 真正的主人 角熊家的先祖已经死了 否则叶晨即便有天妖绳索 也很难做到 不过即便先祖已死 可还有圣守令的存在 熊丽阴狠地一笑道 叶晨 你真以为还有翻身的余地吗 想抢夺圣守 一笑天开 他不知道 叶晨抢夺冰死的角熊 要做什么 但他很清楚 绝不能让叶晨成功 下一刻 熊力体内的灵力 疯狂地涌动着 不要命一般地 灌注到了圣守令之中 原本还在颤抖的圣守令 刹那间稳定了下来 同时叶晨也是面色一变 他感觉 角熊失海之中 原本正在逐渐被其侵蚀 破坏的宿主印记之外 多出了一层防护 以天妖绳索的力量 一时间都难以攻破 果然 想要抢夺拥有主人的妖兽 没有那么容易 看到叶晨的神色 熊丽冷冷一笑 对着那两名长老 再次开口道 给我出手 这小子现在无法反击 那两名长老文言 都是面线犹豫之色 可突然之间 他们都是感到身躯一寒 朝着熊丽看了一眼 只见熊丽的面上 已经浮现出了杀意 对他们的杀意 两人瞳孔一颤 夜晨虽然可怕 但熊丽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啊 甚至狠到了极点 即便他们是亲人 熊丽对于不听话的手下 向来都不会心思手软 而现在 他们的灵力 也算是恢复了几成 足够出手了 下一刻 两道剑芒再次落在了夜晨背后 鲜血四剑 夜晨一咬牙低喝道 飞雷焦 阻挡他们 此刻 夜晨正在全力施展天妖神索 无法动用天兽灭 所以只能将飞雷焦放出 阻挡两人 一头通体湛蓝 背生双弑的蛟龙 出现在夜晨的身后 发出一声龙吼 便朝着两名脚雄家长老 吐出了两道粗大的雷霆 不过面对飞雷焦 两名长老却是面线讥讽之色 化手神通 确实逆天 强行榨取妖兽血脉之中的力量 甚至能够爆发出 如同妖兽 自暴的威力 但即便如此 在这两名长老状态正常 有准备的情况下 也是无法伤及他们的 至于飞雷焦本身的实力 眼下还剩下多少实力呢 即便因为血脉强大 实力要高出境界一些 也不是两名还真净存在的对手 即便这两人不是最佳状态 面对着飞雷焦吐出的雷光 两人各自打出一箭 便将其轻松化解 而后便朝着飞雷焦冲煞而去 这飞雷焦能够超越种族极限 达到如今的境界 自然有独到之处 靠着速度 与这两名脚雄家长老周旋着 但很快便是伤痕累累 落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而且这还是两名长老有意为之 他们不想再击败这飞雷焦之时 耗费太多的力量 以免叶辰又突然施展什么手段 阴沟里翻了船 这一次就连叶辰目光都是有些暗淡了 他的嘴角浮现一抹苦笑 能做的他都做了 可这一次 老天似乎真的不站在他这一边了 叶辰难难道 难道就要在这里结束了吗 他深吸了一口气 做好了自暴的准备 即便他现在体内的力量所剩无几 但若是真的自暴 绝对能将熊丽拉下水 要我叶辰死 那就给我陪葬吧 与此同时 飞雷焦发出一声悲鸣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其身躯之上出现了数道极为惊悚的伤口 叶辰见状轻叹一声 他知道没有时间了 以他现在的状态 根本无法承受那两名长老的多次攻击 是时候要做决定了 下一刻 他的眼中浮现了一抹很绝之色 一身气息开始沸腾 躁动了起来 叶辰就要自爆 就在叶辰准备自爆 与熊丽同归于尽之时 没有人注意到 一道幼小的身影 缓缓从地面之上爬了起来 刹那间 一变突生 原本脚熊石海之中 有圣兽令所构筑 肩不可破的牢笼 骤然间有了一丝松动 叶辰的瞳孔狠狠一缩 面线不可思议之色 而比他更为震撼的则是熊丽 他难以置信地 看着手中的圣兽令 惊呼道 怎么会这样 不知为何 突然间 他的圣兽令 仿佛失灵了一般 对角熊的控制力 越来越弱了 而那头角熊 眼眸之中 闪烁了一抹迷茫之色 心中仿佛有个声音 在告诉他 顺从叶辰 就是这道意志 让那由圣兽令 构筑的防御 瞬间瓦解 甚至是那鸣刻 在角熊石海之中的印记 也开始自行破碎 不错 就是自行破碎 甚至叶辰的天妖绳索 还没有开始侵蚀 那印记就破碎了 这是为什么呢 突然之间 叶辰的目光 落在了一道身影之上 一道孩童般的身影 是熊奇 此刻熊奇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的一双眼眸之中 竟是涌现出了一道 血红色的光芒 那光芒正落在 角熊的身躯之上 熊丽似乎也反应了过来 他一边拼命地 往圣兽令之中 灌注灵力 想要夺回 对角熊的控制权 一边猛地回头 看向身后 同父异母的弟弟 怒吼道 是你 熊奇无比冷漠地 扫了熊丽一眼 淡淡道 熊丽 你是我角熊家的天才 可你知道 为什么父亲 还是将家主之位 传给我吗 你真的以为 是因为身世吗 他的眼中 骤然爆发出了 一道耀眼的身亡 你错了 熊丽 之所以父亲 决定将家主之位 传给我 是因为 我比你更优秀 是因为我的 这份力量 熊奇眼中的鸿芒 近乎化为了实质 他仿佛要将 心底的怨气 全部发泄出来般的嘶吼道 我是角熊家 历代族人之中 与老祖血脉 最为亲近者 他复杂地一笑道 兄弟 你一直觉得 我是废物 你知道吗 我之所以这么废物 只是因为我很清楚 你想要家主之位 所以不想与你竞争 刻意荒废修行罢了 因为 我不想以为家主之位 与自己的哥哥 反目成仇 现在想想 真是可笑 熊奇的目光骤然一寒 如若万载悬兵一般 声音无比沉冷的道 从今日 你我不再是兄弟 而是仇敌 胜死大仇 刹那间 熊奇将血脉 爆发到了极致 那脚熊的眼中 竟是同样闪烁起了红光 他口中发出一声大吼 在熊奇的操控之下 那枚刻印在脚熊 尸海之中的印记 瞬间粉碎 而夜沉天摇 绳索之上的符文 亦是顷刻之间 便占据了脚熊的尸海 也就在这一刻 熊丽目自欲裂 他对着两名 看到这一幕之后 有些呆滞的长老大吼道 愣着干什么 杀了那小子 说吧 他自己则是一转身 无比愤怒地看向了熊奇 这个一直被自己 视为废物的弟弟 他没有想到 最后竟然栽在了 这个废物手中 熊丽浑身凌厉一胜 一病常见 出现在他的手中 毁灭道运激荡 就要一箭 将熊奇彻底斩灭 熊奇闭上了双眼 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他喃喃道 叶大哥 之后就交给你了 相比于熊丽 这个与自己 有血缘关系的仇人 认识时间并不算长 甚至不是同族的夜沉 在他的心中 更像是自己的兄长 熊奇只是个孩子 却是个无比看重亲情的孩子 如果一定要死 他希望为了这位 来自异族的兄长而死 轰隆一声巨响 两名脚熊家长老 悍然出手 他们也知道 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因此没有丝毫保留 强烈的灵光 将夜沉笼罩 沉烟漫卷 两名长老健壮 眼中闪过喜色 他们似乎赶上了 方才 两人看得分明 自己的攻击 没入了夜沉的体内 以夜沉如今的极限状态 再吃了两人一击 恐怕已经陷入冰死了吧 而此刻 熊丽一是一箭斩出 见光眨眼间 便将熊奇吞噬